光复相待会召开临时会 针对公所提案进行审议讨论 代表们为了深入了解 每项议案的细节内容 特别邀请到提案的科室主管 列行加强说明 经过讨论意见交换之后 包括了乡图优化改善 国图署补助均衡城乡村里道路改善计划 还有资源回收车态换等公所提案 全数通过 自己的提案自己说明 光复相待会第22届第8次临时会议 地乡代表们为了更深入了解 相公所每项议案细节内容 特别邀请提案科室主管 列行说明 讨论交换意见 从游民客所提署工 原宝地丈量测汇费到幸福八十计划经费 民政客争取获得环保署支持补助资源回收太久换新 到兼测客乡图优化改善 国图署补助市区街道改善计划等等 列行客制主管 逐一向乡代表们详细报告 依照当初建设后丢队的计划 我们提醒大会 同意纳入预算530点 花包如果有剩意法 如何再加倍多 自然的开花的路道 我们都会在这一次的 武经队里面去做武经的保护 都会做 如果有开花过的人 我们在这里通修 我们通修 把打开还放在这里 对 我们进以后 然后现在开始 主陪跟 我所做的 那就是 我们在这场地方 对 即经说明讨论意见交换后 针对了这一次临时会 乡公所所提总共14件的议案 乡代会主案审议后全署通过 乡代表会主席廖义均表示 乡代会严格监督全力支持各项提案 做乡公所建设地方最有力的后盾 也期盼乡公所能够彻底执行完成建设光复箱 即使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